報道 母親節鮮花熱賣 如果母親不住在美國 也不用擔心 現在南加州地區 許多花店 都有加入國際花卉配送組織 讓顧客可以在美國下單 再由當地的花店進行配送 事實上各種國際花卉配送組織 已經行之有年 加入會員的業者 每個月繳交固定會費 每次交易會被抽成 不過配送的地點 擴展到世界各地 還壓低國際配送成本 大大增加個體花店的業務 而顧客每次下單 只需要多花二十五美元左右 根據調查 美國人今年平均要花費 一百六十美元過母親節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表示會買花 顯示節日送花熱力不減